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到的《现观传论论》 前面讲三指 四加行 整个内容是三指 四加行和法身的果位 分八个方面讲 那么前面的边指 道指 机指三指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前面还有圆满加行讲完了 现在正在讲正等加行当中 我们菩萨成的最主要的《现观传论论》的修行方法 前面好像几个月以前《现观传论论》讲了 中间也听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个前面我记得我们讲过 就是不诸加行 不行加行 在《现观传论论》当中最主要的核心的修行 对能取所缘不执著 所取的缘不执著 能取所取方面无有执著 正无空行 这个叫做不诸加行 还有不行加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从今天开始也讲到 有些《现观传论论》的诸实当中讲加行 也就是正等加行的一个加行部分 它的前行部分 有些里面讲它的差别部分 不管怎么样 按照这里分四个方面 光说它的差别部分 所得的功德差别和 还有所短的过失差别 还有所知的法相差别 所行道的差别 分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我们意思就是说 讲薄弱空性 这个薄弱空性得到的是什么功德 它这里讲了十四个功德 修了薄弱空性以后 需要远离的什么样的过失呢 下面会讲四十六种莫业 还有下面讲三种知等等 下面讲这些 所以我们下面讲所得的功德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吹福莫丽等十四种功德 颂词当中说 修持正等加行也好 修持薄弱空性的人 获得了什么样的功德呢 其实他获得了吹福莫的力量等等 这是第一个 颂词里面出现的第一个 前面有十四种当中 第一个是吹福莫丽 灯子里面包括了其他的十三种 下面所叙述的十三种 总共有十四种功德 我们现在在座的听闻般若法门 修持般若法门 学习般若法门 然后自己在生活当中 行持这样的般若法门 实际上他从功德方面讲 会获得了十四种功德 我们下面一一地讲 实际上这个功德通过修行 般若空性的一种结果也好 过法也好 就这样的 他这样分类的话 有种功德和别功德 还有特殊的功德 从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 种功德有五种功德 五种功德当中第一个 远离违缘的功德 远离违缘的功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心 入于般若的空性 了达一切法 远离四边八息 这样的境界 实际上他会根本上 就像《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一样 摧毁一切诸魔力 一切魔的力量 以魔王波勋为主的 所有的这些魔的力量 本来如今末法时代的时候 非常猖狂的 但是修薄弱的 这样的行持者来讲 这些违缘自然而然会远离的 这远离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我们真正通达了 薄弱的境界 同时通达薄弱境界的人 四方诸佛菩萨都会加持 都会一直忽悦着力 就这样一来真正的一些魔力 在修薄弱法门的人 就像我们原来学过薄弱世诵的时候 也会知道 真正非常精进的 对薄弱法门有信心的人 一般对魔障不会遭受 即使有一些魔障 他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像一个很小的雪片 阳光一下子全部融化了一样 就马上被佛的加持 把魔缘全部消失 这是我们真正修薄弱的人 他魔力不回来 对他无极可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讲到圆满圆缘方面有两个 其中第一个是 修薄弱空性的人 他得到了十方诸佛菩萨的 时时刻刻的垂炼和加持 就是经常通过佛菩萨的 神通力来加持 因为佛经常加持 一般魔力对你也是不会弱的 如理如法 修持薄弱的人 包括一些传承上师 也是时时对他垂炼着 加持着 这是用他的 因为一般来讲 佛也知道哪一个修薄弱法门的弟子 用魔来对他 以其他的外魔来危害的时候 他马上用神通来加持 传承上师们也是如此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也是圆满随缘方面 就是说修薄弱空性的这样的人 得到了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的观照 也就是说发现 他得到了一些魔的违缘 或者受到魔的违缘的时候 当下用佛的智慧来观照 观照之后加持他 魔缘全部立即消失 这也是他在修道过程当中的两个顺缘 这是第三 第四从果方面讲的 果方面修持薄弱以后 很快的时间当中接近菩提 如果我们没有求薄弱 没有修持的话 的确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菩提 但是因为我们修了它 就像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到目的地去的话 永远停留在那里 始终到不到的 如果你依靠一个 特别快速的交通工具去的话 一直在路上 一天比一天接近 所以接近菩提的果位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实际上他暂时来讲 获得了佛陀 佛陀或者佛陀的教言 还有暂时在生生世世当中 能转世到一切人天的善趣当中 然后以佛法来饶益众生 那最究竟获得了圆满的正等觉果位 总共得到四种利益也就是说 修这样般若法门的人 从他的总功德方面来讲 获得了这方面的功德 这是讲到五种中功德 然后下面讲到 应该有七种 八种吧 八种差别中功德 不知道我把佛陀的中和别是什么以上 他经常爱说是中什么什么 别什么 特殊什么的 这个功德 下面就是讲 差别的八种功德 修持薄弱者会转生到其他地方得受集的功德 也就是说 当我们修持这样的薄弱 那即生当中因为修薄弱的原因 佛菩萨对你受集 将来薄弱者会转生到薄弱的地方 就像以前在印度的时候 当时普贤菩萨问 有一次佛陀显现发光 照遇北方的时候 那么当时普贤菩萨问原因 后来佛陀说 将来佛教的薄弱法门 兴盛于北方 后来很多大德认为是印度相悲的藏地 以前格鲁派和尼玛派 藏传佛教当中不同的两个派系 然后尼玛派的人说 所谓佛法兴盛到北是上一师 有些尼玛派的大师也是这样的 格鲁派的有些大师说 佛法兴盛于北方指的是 扎西伦布施还是塔尔施 他们也有这样的说法 内部都有一些辩论 这个时候他们尼玛派有些说 佛法并不是 首先从塔尔施兴盛的 先从三一师这边开始起缘的 他们内部也互相有这样的辩论 但这个我觉得 只是世间的迟早而已 不管怎么样 凡是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 应该说是般若法门 尤其是大乘佛法兴盛的地方 般若法门也是兴盛的 我们如果即生当中 修持这样的法门 也许即生当中获得了 将来转生到般若法门兴盛之趣 那也许你没有得到 但是依靠佛菩萨的加持力 因为这次听受佛法的这样的因缘 将来也不会转生到佛法不兴盛 连三宝的名声也听不到这样的偏僻地方 也不会转生到这样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功德 然后第七个 能以道的功德 能以道是什么样的功德呢 我们相续当中 有烦恼障和所知障 要对治这些障碍 必须要获得了 六般若弥多的无漏智慧 那么通过修持正当加行以后 那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圆满地得到 一切无漏的对治法 在我们相续当中 得到这样的道法 无漏智慧的对治法 这个应该是第七个 道方面的功德 然后第八个 诸所谓菩提侠罗的功德 所以菩提侠罗的功德就是说 我们即生当中获得了 般若法门的话 那么生生世世也好 或者即生当中成为 依靠讲经说法来利益众生的大师 所以其实我们发愿过程当中 应该是以佛法来饶益有情 这是非常难得的 从巴探齐得盖斗 从巴探齐得盖斗 人机牛纳心得 人机牛纳尼合格 好像《入菩萨心》里面有一种叫做 一切行为为众生欢喜 这是用钱财也是很难以买到的 从百花文讲也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我们 这个颂词怎么讲的 倒是你们看看吧 我藏文能背得到 我们一切行为用佛法来饶益众生 让众生欢喜的话 那这是任何这种价钱也是买不到的 很难以得到的 现在有些世间人用钱来买一些光位 买一些房屋 有些通过钱财买到车 买到房子 这样的话特别欢喜 非常欢喜 但其实这个不一定有很大的意义 真正得到利益的话 就是用佛法来饶益众生 那佛法来饶益众生 我也前两天都说过 尤其是佛教的道场 真正的饶益众生的方法就是用弘法离生 尤其是讲经说法很重要的 依靠这个缘起的话 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应该呼吁各个佛教的道场 包括一些现在汉地的很多道场 这些道场有烧像拜佛 这些应该是很好的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非常有功德的 但是更重要的佛教的道场专门跟这些游客 有讲经说法 开始佛道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方面以后我们学院也应该 从现在的话来讲是做诗典 以后不知道学院有没有什么旅客 应该会有吧 每天都是看到一些乖乖的 有些非佛教徒 佛教徒里面也是乖乖的 有些言行举止 有些跟出家人的行为看来乖乖的 当然从他自己的行为来讲是非常稀有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一天当中 非佛教徒也好 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 一到两个小时对这些人做一个开始 不同内容都可以 皈依 发心 人生难得 每天都可以讲不同的 到时候我想我们法师们论流也是可以 辅导员论流也是可以 一天一到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讲课 半个小时体温 每一个道场如果有这样的话 有些人去操拜寺院 他只是稍想拜佛 不知道寺院里面的 菩萨的内容是什么 佛的内容是什么 寺院是什么样 什么都不懂啊 那这样的话 我想这是真正的 对他们是利益的 他们会获得的 因此各个道场当中 当然真正的佛教徒 讲经说法是不用说了 很珍贵的佛学院 珍贵的一些佛教徒 他们日常的修行很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现在不定期的 就是有些女客 有些好奇心来这里 那这样的时候 让她们把照相机放下来 暂时要听一节课 我的课 听课的时候一个小时你不能动 不能动看喜看 也不能收节也关机 就一定要很认真地给我听 你想听也 首先应该要让她欠协议 你听不听我的话 如果不听我的话 你就不能待在这里 在门口应该有个这样的 他真的能坚持坐得住 一个小时的话 那给他讲一下 也许他觉得是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的话 佛也没办法读无缘人 这个法师也没办法 没事的 让他待一个小时 也没有什么 我们也没有收费 所以有时候我想 我们从现在开始 应该用讲经说法 这个讲经说法非常的重要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居士 有些居士也是当一些辅导员 我看了有些人 有些人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最近也是在这里 每天都是通过网络 还有了知一些不同的信息 来了知 有些人辅导的还不错 有些人完全是自己加很多的分别念 他根本没有懂 但其实大家应该好好地学习 希望我们的研讨道友们 现在把各个地方的讲经说法和一些佛教真正的学习 要大家一起 不要中间 我们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末法时代的很多人 刚开始有一些温度 有一些热情 然后慢慢慢慢 一年比一年 最后消失了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的毛病 细心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的 做事情也是这样的 全是糊涂色味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在这里讲 成为为他众讲经说法之事 这是薄弱听受的功德 我们也依靠这种缘起 大家稍微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发愿 然后这个发愿 并不是讲经说法是一天两天 并不是一个月 两个月的事情 应该要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这样发愿 有个别的一些法师 都说 我已经讲了三四年的课了 现在可不可以 我该休息了 如果一个法师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更高的心态 确实配不上法师两个字 下面讲第九个 不受违缘损害的功德 也就是说 因为修般若的人 他获得了佛陀经常的 护业 主办和加持 所以不会被魔王 对你进行欺惑 诱惑 而真正的般若正道当中 会褪失出来 所以他这里说 真正修薄弱的人 我们在其他的法门当中 也再三说过 已经真正修持薄弱的人 不用怕魔障 我走路的时候 也是害怕魔 做一点噩梦的时候 也是特别伤心 害怕 第二天会不会遭受什么 其实做一些噩梦 可能自己身体不挑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噩梦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那这个时候修薄弱的人 有没有这样呢 也会有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恐惧 你应该念一些元气咒 薄弱 就是我们大亚坛 嘎丁嘎嘎嘎嘎嘎 巴兰嘎嘎嘎嘎 或者戒滴戒滴 波罗戒滴 那个主语 那样念一遍 念七遍 一般你自己做噩梦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 我做噩梦 好像我杀了什么人 最后被发现了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马上要发现了 我想 哎呀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从来没有杀过其他的众生 还今天怎么会杀了一个人 我就特别害怕 马上要发现了 我想 我完了完了 最后发现了 这个时候已经醒过来了 然后心里好高兴 我没有杀人 但是我也没有想 噩 这个噩梦会不会对我不好 我会不会杀人啊 也没有想 我也不会杀人 也不会做什么 但是我还是可能对死的 对生病会有的 我就念一些《般若经》 我自生当中也是出现的时候 也会这样的 希望在一些真正的场合当中也好 或者是在梦境也好 在境界当中 稍微有一些魔障也好 或者是四大不挑 违缘出现 那这种是正常现象的 任何一个人 不可能没有违缘的 像麦彭仁波切 还有华智仁波切 包括汉地的各个高僧大德 在他的修道过程当中 也经常出现一些障碍 但是他们都一一地 会战胜自己的魔障 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 下面讲第十个 引发修行的功德 因为修般若的人 他会生起了一种 与其他层不共的善根 比如说如定的时候 如虚空般境界的善根 出定的时候如幻如梦般的 世俗的善根 就是世俗的善根 也就是说 生意和世俗 或者智慧和福德所舍得 非常广大的善根 也会获得的 修不弱的人会得到的 其他我们修持善法的人 不一定得到这么广大的善根 然后愿差别的功德 就是说 修般若这样的法门的人 一切他的历史都会如愿实现 比如说 我即生当中想圆满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虽然这个人 好像也不是什么菩萨 但是最后真正的你的愿力 不可思议的 所以像以前法王如意宝 去五台山的时候也是发愿 我们最大的发愿 整个南赞不足的众生要种下善根 如果你中等的话 整个中国 下等在藏区的很多地方 但后来法王的有些愿力 确实是来自整个世界 大家也知道在相当多的 无量无边的众生相续当中 重大善根 得以度化 这也是一种菩萨的发愿力 其实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一般的人 但是我们如果发愿 那即生当中 或者乃至后一世当中 我们会变成有能力的 具有智慧的 有善交方便的 那这样的话 非常普通的人也是 他度化众生的愿力 也可以实现的 即使你没有那么广大的度化众生 你自己也想 我要发愿健健康康的 我家庭平安 现在世间人经常讲一些人天的善法 那这样的愿也可以实现 这也是修持般若法门的功德 还有最后两三个 也就是说 所得的功德 所得的功德就是 他摄持广大的果 这次广大的果 它获得的果并不是像一般的 我们的声闻 或者人天的果 得到了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 菩萨的果位 或者圆满无上功德的 佛陀这样的广大的果位 他最后的果非常广大的 那么第十三个 就是它的作用的差别 也就是说 依靠布施 碍玉等四种四舍 以四种四舍成办利益 无量无边的友情 这就是我们修持般若 实际上它有一种作用 因为大乘佛法的威力 不可思议的 大乘佛法的威力 或者它的作用 一旦如于人的相续当中 就像种子已经种在 飞蛾的天地里面 自然而然会妙芽出现 最后会圆满它的过失一样 我们将来能利益众生 可能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在家人或者出家人 但是因为依靠薄弱的威力和它的加持力 将来我也可以完全用六度的 你坐下来好不好 没事 不动都可以 何种都可以 你一直坐着的话 这是最大的恭敬 好不好 不然的话你一直动了动去 我的心也在动 对吧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这样 是个帅狗 这是第十三个 下面最后一个 这个是特殊功德 讲特殊功德 讲圆满薄弱的功德 也就是说他会修薄弱 生生世世当中能完整地得到 薄弱的一切词具和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即生当中 好像没有特别去闻思 但是有些人一看到 薄弱法门特别熟悉 那么一学以后 很快就通达了其中的意义 以前印度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因为他前世学过薄弱法门 即生当中 遇到以后当下通达 有这样的故事也是相当多 以前那个 好像摩彭仁波吉士的吧 有个叫安多格西 安多格西他学薄弱的时候 晚上睡觉 他看《七十亿》 他就一边睡觉 一边睡梦 一边他把七十亿的每一个意义 一直思维 一直观修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他醒过来的时候 所有七十亿的内容 全部背完了 他也没有影响睡觉 不像我们一样 但是后来听说 欧巴霍佛说分别念太重了 白天背诵就可以了 不用再晚生 七十亿都是不需要 晚上做梦还要背 那么简单的 晚上这样背有什么用呢 晚上好好睡觉 白天背就可以了 听说也是欧巴霍佛以开玩笑的方式来说 这可能分别念太重了 大德们可能也显现上 互相这样的辩论也好 互相一种表示吧 但这些应该说是 一种对佛法的善缘吧 我想有些人可能对现代的游戏 现在的一些电影 电视 特别有缘分 一看到心 所有自己心的理念也好 一切都是入于其中 而有些人可能对 般若法门和空性法门非常有信心 对这些世间法 不一定有意乐 这方面我们可能自己判断 自己前世是什么样的转世 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什么样 同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等流过 同心等流过和感受等流过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 一部分自己前世的过程 也同时能预测到 将来变成什么样 今生当中 我的心态是什么样 我希望善法 还是希望恶法 这方面也可以观察到 所以在这里讲 生生世世当中 能完整地得到般若的具意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修学般若 其实这个般若 从下意上讲的是 我们这里的现观传来 从广义上讲 整个大乘的 包括菩提心和空性法门的 就是修行大乘法门 有这样的功德 有十四种功德 下面讲所段的过失 有四十六种 本来这个颂词比较简单 但是我想这些功德和过失 我们很多人需要知道 因此我可能根据讲义的内容 跟大家稍微介绍 我们可能颂词讲得不多 这两天 但是我想因为有些摩业 有些功德 我们很多道友在修学过程当中 一定要认识到 这样的时候 在自己修学的时候 我哪些功德随时得到的 我哪些摩业呢 不用说是别人 会不会我着魔了 看《般若法门》的时候 我们下面讲的有四十六种摩业 四十六种过失 其实过失和摩业都是一样的 这些我们也可以对照自身 什么是叫做过失呢 其实对修行造成危害的 造成障碍的 这个缩短法叫过失 它的分类 依靠自身而发生的 有二十种摩业 二十种过失 依靠自身或者依靠他身 所发生的二十三种过失 还有依靠他身 对自己没有关系的 依靠他身而发生的有三种 这样总共有四十六种 那么作为虚行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必须了知 下面我们所讲到的 四十六种摩业 那四十六种摩业的话 也是我们可以 种的所段和别的所段 还有特殊的所段 用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讲 那么下面讲 从种的所段来讲 主要我们前面讲了 依靠自身来产生摩业 我们依靠自己的自身来产生的 对般若修学有障碍的 那么这个首先是第一个 对般若法门不恭敬 对般若法门不重视 总共有五种摩业 其中第一个 是不是这样算的 应该可以吧 首先从智力方面讲 有两种摩业 我们一定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认为 学习薄弱法门 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需要很多期 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经历千辛万苦 不是我们一般人 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心里有一种脆弱性 觉得现在有些人也这样 学习大乘佛法好难啊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要历经千辛万苦啊 哪有这样的经历 像我这样的人 都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好像自己本来是心态很不错的 但是一讲到空性法门 一讲到薄弱的一些殊胜性 都是 啊 我不行了 太难了 为什么你看 昨天我们网络上是有这个 我看了一下 网上有大概是一万五千多人 然后今天听般若法门的 一千四百七十二人 所以他们很多人 觉得很难啊 昨天他们认为是 有个种的开始 大家都来 很多人 你看一万五千 有那么大的差别 现在一千四百多人 好可了 而且今天是第一天 过两天 这个也是还要下降 一天跑一个 一天跑一个 到最后可能 除了我们现场的以外 一般云端道场的道友 只有一两个人 前年我经常说是云端道场 互联网上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而听法 这些道场 这些人就越来越少 他们怎么讲的呢 薄弱法门太难了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 一个是薄弱 一个是六咒谈经 其实六咒谈经也是薄弱法门 所以一听到薄弱法门的时候 很多人都害怕 肯定听不懂啊 你看连金刚经的人也不多 连心经的人也不多 连其他经的人非常非常多 这一点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确实对甚深法门 还是有一种畏惧 或者说有一种 进而远之的心态 这样之后自己都觉得 哇 我这样根机的人肯定不行 所以这是一种磨叶 为什么不听薄弱法门 本来你平时也是在生活当中 那么傲慢 就觉得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实际上一听到薄弱法门 或者因明的时候 自己就畏缩 没有这种心力 这也是一种磨叶 也是一种过失 所以我们在听受过程当中 虽然这是一种非常甚深的法门 但是以前诸佛菩萨 他们也有持钝的 也有劣根的 但通过他们的信息和经济 也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境界 而我们的传承上师当中 很多以前也是非常调皮 非常有烦恼僧众 但是后来经过修学以后 也成为真正的证悟者和瑜伽持 那这样我也是 为什么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都是生存在这样的欲界当中 那么他们都可以的话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理 应该要有一种鼓励自己 还是要发起这样的一种勇猛之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这是第一个魔力 这是莫愿 第二个 有些人认为自己智慧特别敏锐 自己在方方面面 一切功德都是圆满 觉得我是什么本科生 我是博士生 我是企业家的大老板 我是领导 我没有什么 你看我下面都是管那么多人 自己有一种傲慢之心 有傲慢之心 觉得像我这样 管这么几千几万个人的话 那这个般若法门 只有三四百个颂词 真有什么的 我对世间的所有的千净万论 什么都会到位如流 我没有什么的 有一种傲慢心的话 其实也不是这么的 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的 你对世间的智慧可能再敏锐 再怎么样高声的话 也许对出世间方面 还是很扯钝的 你自己好像看不起薄弱 看不起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种魔业 现在也有啊 有些人 啊 这那么简单啊 这有一个好像几百亿啊 那这个很简单嘛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傲慢心 觉得很容易 那这也是一种魔业 有些人根本听都不会去听 没事 我自己看看书就可以了 我对其他的很多书 也是我自己 但实际上有些佛法的道理 不是看书就可以 现在开车也是 光是你看一个说明书 你没有师父的话 可能不一定看得很好 如果你光看个说明书 你自己随便能考得上的话 都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很多人 开车再怎么样 有智慧的人 他还是要经过 很长时间的训练以后 才拿到教招 尤其现在大城市里面 拿教招更困难说的 所以在佛教当中 也是觉得自己 现在很多人 一看看书就可以了 这样说的人特别多 啊 没事 佛教都是我 自己也多看 我看过精感念 我看过什么什么 看过说明书 不一定通达其中的意义 这是第二个 应该可以说吧 第三个主要是 从燃物法方面来分的 有三种 首先是以圣燃物法方面 也就是说 你听受般若法门也好 或者是学习 修行 或者善心 在这个时候生奶鸭 或者打哈欠 或者一直坐都坐不住 然后听一堂课的时候 昨天有一个醒来的居士 他先爬着 好像往这样躺着 世界不行 最后都是往后面柱子上靠着 反正我昨天讲的时间很短 他们有很多人说 你这么一上来 马上就没有了 讲得很短 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他都做了不同的 披露其法的做事 所以这种实际上对 般若法门是一种不恭敬的 坐一个小时当中的 这种生态不能 现在我们在学会里面 有些听课的人也是这样的 本来是在电视上面 放着光碟 大家如理如法听的话 也同样得得到佛法的功德 但是有些人走来走去 有些人在那个时候 开始吃东西 开始上卫生间 一个小时坐不住的话 不知道得什么病 所以有些人 这就是对般若法门的恭敬 基本的文法规律不懂 这也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非常需要注意的 一个时间上课 它需要也是一种身体的威仪 这是一身身体的燃物 这些要 如果你在听法过程当中 所有的生态不如法 都是一种魔业 你就可以这么讲 他在没有如法听着的时候 你就说你已经着魔了 他就可能生气 啊 我怎么着魔了 你现在如法都没有听过 你看大家都坐着的 你就一个人在那里 站着走来走去 那肯定这是在《现观传论》里面讲的 这个是灯子里面 包括这个 你就可以这么讲 这样的 这个是身体 听法 学法 应该还是很重要的 生态很重要的 第四个 以兴然无法 以兴然无法 你在听受也好 善邪也好 或者说修行 修行这样的薄弱法门 我刚才也讲了 一般是这里薄弱法门为主的 主要是 如果光阴上是整个大乘佛法 或者再隐身 小乘等其他佛法也可以 那么你凡是修学佛法的时候 有贪心的心态 啊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听课呢 听课不是真正的心 比如说参加一些学会 他目的是 他也想做生意 我参加这里的话 待会下完课的时候 我可以打广告 我可以推销我的产品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贪心 还有其他的目的 那这种心态来听 肯定是着魔了 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 本来有些名为利养 那这样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听课的时候 尽量地用恭敬心 用欢心心 用清净心 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一般世间的这些 各种染污 扎连全部放下来 你在其他生活当中 所有的唯一没有一点不好的念头 我们可能凡夫人是做不到的 但至少也是你在学法 听法 我也是在讲法的过程当中 我心应该算是 不会有其他的染污 我也觉得我喜欢讲课 至少也是能保证一个小时 我的心态 所以我还是喜欢不断地讲课 我们很多道友也是 在听话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有时候 身体在经堂里面 但是心已经跑到外面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原来有藏地大德的一个歌 叫做什么 生在寺院的经堂里面 心在城市的杂乱事当中 等等有一些说法 就像是这样的 我们人可能有时候 心和身不一定是 在一个场合当中 但大家尽量地 以正知正念来摄折 要观清净心 否则这也是一种招摩 可以说已经摩业了 用语言的话 我们读薄若也好 念经也好 在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砸一些 其他世间各种各样的语言 同时现在我们有些听课的时候 也听说 我这次出去 外面很多现象都发现了 学院里面算是 学是比较珍贵吧 因为法师们也是我们这里 比较很严格的 考试制度和一些传统规矩 考下来 整个课程的纪律 这些是很完整的 很圆满的 但外面有个别的听课 有个别学会是非常好的 大家也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个别的话 好像上面在讲课 或者真正学习的时候 下面一直开小会 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种障碍 大家的世间是那么的珍贵 大家的世间利用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很珍惜这个世间 这个听课和学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它不那么重要 那我们时间和生命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不会把它用来做这样的 不如还是自己休息 自己做其他的可以的 但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呢 现在把自己最珍贵的时间 用来学习 我有时候去外面讲课的时候 我自己讲得不好 也觉得好像很对不起大家 但我有时候内心当中也想 很感谢他们 为什么感谢他们呢 他们自己最珍贵的时间 用来听的 这是对我来讲 还是一种很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个人也是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们大家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深欲一意清净 最好有一种方法 做一些笔记 这个很重要的 以后希望大家在 不管是在平时我们学会当中的课也好 学院当中的课也好 任何一个法师辅导员 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不会讲的 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所有的语言 全部你记得下来 但是有个别重要的 你可以记得下来 那这样的话 日积月累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确实是以前在人生当中 还是学过很多很多的知识 有时候我觉得笔记在人生当中 也是一批财富吧 我现在对着很多很多的笔记本 有必要的时候给你们参观 有时候很多年以来 包括从 可能我现在的笔记是从 应该读初中的时候的 一些世间老师的 什么物理化学 正知包括一些 但里面有些是现在用的 有些是现在确实不用的 但是一看了以后 也觉得很舒服 那个时候我在二十年前 我的肢体是怎么样的 三十年前 我的肢体是怎么样的 然后一看的时候 哇 现在人老了 鞋子的时候 已经抖得不行了 有很多很多感想 这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做一些笔记 对我们的时间要认真 这样的话不造魔 也可以说 魔王婆勋 对你的分别念 我们的分别念 一闪的时候 魔就可以来了 你看你生贪心 生诚心 慢慢慢慢 最后你的言行 又会变动的 有很多道友 他学得很好 很认真的 在课上也是很认真的 平时也是对自己的背诵修行非常精进的 这些人他永远都是心态 不被任何受违缘 我也是在培养人才的过程当中 真的发现 有很多道友 他不是随便被外面的外缘所懂 心态非常平稳 这种人十年八年也是不会退市的 而且永远都是像一个人一样 非常稳重 就是非常稳重 但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的 因为心很散乱 身体也是不稳重 最后各种各样的 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很多违缘 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看周围的人 也看看自己的身心 这以上讲的是 从人物的角度分为三种 下面从大乘当中退市的 有七种因 也就是我们四十六种摩耶当中 第六个 第六个是以相识能力而退市 这个是什么样呢 我们学了很长时间的般若法门 但没有得到诸物菩萨的授记 那我就算了 不学了 五诸菩萨都是在极足山 学了一段时间 最后什么没有得到 弥勒菩萨的感应的时候 他也下来了 我们很多修行人 有些也是 原来我熟悉的一个堪布 他说 我修五个观尊者 修了很长时间的 一点感应都没有 后来我生不起信心 我说 我这种说法可能是不对的 诸佛菩萨你修的时间 不一定很长的 我一辈子如果修 这一辈子如果你没有什么感应 我们发愿还要下一辈子再修下来 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能想的是 我为什么修了那么长时间 一点感应的吗 一点感觉的 那我放弃吧 这是一种摩耶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些道友也是经常这样的 啊 我在上师面前发心很多年了 我对上师的法门非常重视 但是上师经常不理我 所以我要走了 所以很多发心人员 因为上师可能经常都是 所说小小 经常理一理 不理不睬的话 很多人也就走了 其实这是自己也比较愚痴的一种现象吧 确实我也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 有些发现和有些行为 上师根本好像 显现上师没有发现过 我也比如说在学院也好 包括对很多上师的一些事业 自己认为还是很有贡献的 但是上师也是在 不但是没有对我一句赞叹 甚至在不同场合当中 也有好像是不是批评我 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批评我 但是我把它当作一种修行 从来没有生起邪见 或者是离开 我们有时候修行过程当中 自己没有得到诸佛菩萨的受计 其实手机就是 或者平时你在生活当中也好 在上师身边也好 在诸佛菩萨面前 修行更终 没有得到感应的时候 我们不能离开 如果离开的话 魔王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魔王很希望你这个事情不要成功 在你心当中 不断地发生各种邪见 各种烦恼 心越来越烦的时候 魔王晓得越来越灿烂 我们有时候心烦恼 痛苦 这样的时候 魔众特别开心 所以没有得到受计的时候 背离的话 只是一种魔业 从大乘道当中推杀 也就是说 对大乘的六度法门 不起信心 对六度以外的 没有大乘修学为道的 其他法门进行修持的话 这也是非常愚笨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一个人 舍弃了一棵树的根本 寻找他的职业一样 他根本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真正大乘法门的根本 我们得到以后 希望大家不要舍弃 有些人因为自己确实是修行不好 因缘可能不好 福报不好 这样的原因 他刚好遇到一个很好的法门的时候 把他舍弃了 那有舍弃以后你要寻找 又寻找到观察 观察到最后接受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人生有多少个阶段 所以这也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从平常大乘的果位方面推述 也是 也就是说对大乘的果法方面 一切辨知 佛的智慧 佛无上的悲心 不起信心的 而对世间的一些智慧 世间的一些同情心 这些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 现在有些人都是 对大乘法门生不起信心 原来我们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男宗当中有一个居士 他说 我对《入菩萨行论》 一直生不起信心 我对《弟子规》很生信心 他说 《弟子规》比《入菩萨行论》还殊胜 真的很可怜 有时候是《弟子规》里面讲的 一个简单的言行举止 也没有什么 这个就像是一个人 向主人面前乞讨 把他放弃 在他的仆人面前得一样 就像是恶狗一样 这种人恶狗是什么样呢 他一般来讲 狗不可能在一家人最高层的主人那里得到的 一般围狗的是仆人 在仆人面前 所以你从大乘根本的佛法舍弃 在一个职分当中得到 或者是职分 连职分都不舍 这样的话 那你跟恶狗和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寻找仆人 其实寻找仆人的话 仆人的手里不会有大量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虽然我们也经常提倡人间佛教 还提倡一些国学思想 儒教思想 道教思想 甚至基督教思想 这些都是一方面 我们为了弘扬善的理念 在不同场合当中 我们也跟这些人一起交流 探讨 这些都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 把大乘佛法全部舍弃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人一样 这样的话跟恶狗一样 在主人面前根本得不到的 不过现在主人也是特别喜欢狗 像汉地很多脏恶狗 很多主人他自己牵狗 在外面留狗 有很多的 包括阿巴马最近他天天都是 因为他夫人密歇尔跑到中国来了 在这边访问 他一个人在家里 新闻当中说他天天带着狗 没有假日在外面留导 所以他国际上那么多的大事 全部放弃带狗 有时候这些众统也是很奇怪 不管怎么样 这些我们就不管吧 暂时对我们没有关系 总的来讲 像这样大乘的果当中推舍 非常可惜 以后希望还是应该在 中药和次药或者果法和因法方面不能混淆 然后第九个 从大乘法当中推舍 也就是说 对大乘的圣法 生不起信心 就像我们现在的 怎么讲呢 也是对大乘的一些相关的 这些法门生不起信心 而对世间的这些 就像世间的有些法 或者说其他教派的这些法 生起信心的话 在寻找 本来是大乘已经得到了 但寻找其他的这些法门 就像是自己已经获得了大象 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大象 还要通过他的足迹寻找大象一样 本来是自己已经获得了 但是现在有些人也可能是这样的 明明你已经可以发菩提心 已经获得了无上法 可是在别的地方 把最有价值的法放弃 在别的地方寻找 也跟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第四个 从所谓的本体当中推舍 也就是说 从小乘的法藏当中寻求所谓 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大智慧 大端 还有大心 就是《相关重要论》当中 前面也是讲过吧 那么这些 如果你想得到大智慧 和大所谓 和大心 那这也是得不到的 就像一个足迹的水里面 想获得如意宝是不可能的 如意宝在大海里面 然后第十一个 从因果观念当中推舍 也就是说 希望从小乘的道当中 得到大智慧 也就是说 学小乘 学世间的一些人间佛法 或者一些现在人们所强调的传统文化 国学当中获得了真正佛陀的果位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相当于由日益供 衡量尊圣供 或者我们现在自己所造的一个 简单的小牧房来 认为这是白供 或者这样可能有点 原来听到过一个小师父 他说 我的牧房和白供没有什么差别说的 这个可能跟这个一样的 现在有些人真的认为 啊 我学的是小乘的空性 非常非常殊胜 我到什么马来西亚去 禅修一天 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那小乘佛法很好 我们也是非常赞叹 但是他所抉择的空性和这些方面 有些地方你真正自己在可能利用 大概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大乘和小乘对比的时候 你才知道万事万物真正的真相 自己心本来面目要认识的时候 恐怕这些经典和论典 不一定真正能抉择好 这时候你完全了解 但是现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有个别的 以前学大乘佛法的人把他舍弃 认为在什么什么的一个正念的修法当中 完全得到大乘佛法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乘佛法 什么叫做大智慧 其实任何一个知识当中 没有系统的学习和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 很难以判断专业的课题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十二个 从无上特法当中推迟 也就是说 认为上乘和下乘相同的 而不知三生的特法 这也是非常稀有的 比如说小乘也有 虽然名称上 在俱世论当中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实际上小乘也有 法生 宝生 化生 大乘也有 化生 法生 化生 宝生 在三种生 这三种生 你认为完全是一样的 大乘 小乘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大乘的三生和 小乘的三生 完全一样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怎么样不合理呢 如果你认为大乘的法生 和小乘的法生一样的话 你认为这个就像一个转轮王 还有一个小山国家的国王一样 我们如果这个不太懂 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一个国家的总统和一个村子部宿记 两个都地位一样的话 那你觉得合不合理 因为小乘当中所讲到的法生 决责的空性 法生是什么样 我们学过小乘法的人 大家都知道的 大乘所为的法生是什么样的 也会清楚的 如果你觉得是宝生一样的话 那你认为一个美味佳肴和 一个豆腐糖 豆腐利一样的 那这也是可能不合理的 五星级高级饭店里面的一个特别 好像现在一个食品都是 几十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食品 和一个小饭店里面的 一个豆腐糖两个比较起来 这两个完全是一样的话 那别人会笑你的 那怎么可能我也学会说 我喜欢吃这个豆腐 但这是我根机不够嘛 这样的话 这也是 所以现在有些人太过分吧 认为什么都是一样的 然后大小乘的花生一样的话 实际上也是我们这里讲的 珍宝和家宝是一样一样的 那这种说法都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以后 自己在观点上也好 在抉择上 虽然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我们也要完全团结 也不是舍弃的 但是你不能完全是 所有的几道果都是一样的话 那佛法当中是说不清楚的 根本说不过的 所以说这些问题 希望有知知识应该加以损失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